望线,继承人守则,第十五集,那小公子摆摆头,道,我为何告诉你,奉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去参加围猎吧。 说完刚好有几个金氏子弟跑过来喊道,金灵小少爷,那边有三级妖兽,被称作金灵的小公子立刻说道,快带我过去。 魏英看着几人远去,心道,难怪没见过,原来是金光扇最宠爱最神秘的小儿子。 看样子,这次金光扇把他放到世人眼前,是想给他造势了,此时,江燕离与兰湛来到一处安静无人之地。 江燕离对兰湛失了一礼,道,韩光君,久仰了。 兰湛看着他,江姑娘打算如何? 江燕离自信道,韩光君放心,清谈会后,我定让金子轩自愿随我入云梦江市,断金是一臂。 兰湛道,我自不会小瞧你的本事,只是你可要想好,既然魏英带你如亲姐,你有一次机会选择放弃这次任务。 江燕离淡淡一笑,多谢韩光君,我不是只知情情爱爱的女子,我母亲一教我,女子也须眼光长远。 金子轩亦是我心知所向。 兰湛听她说起于夫人,迟疑道,于夫人的事,兰是深感抱歉。 江燕离此时谈起母亲的死,平稳中带着一种理解的透彻,韩光君无需如此。 这是我母亲自己的选择。 于她而言,能做这场战争里射出的第一箭,甘之如遗。 当年,兰则少宗主不也如此吗? 兰湛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在她眼中,于夫人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 正是这种不顾一切的狠觉让她能走到许多人都无法到达的高处。 江燕离作为于夫人真正的传承者,除了心机手段,必是连其志向也一并继承了。 只是兰湛只要一想起魏英,就不由得心软,连带着对魏英珍视的人也带了点宽容。 她又再次劝道,于夫人以为云身付出颇多。 江姑娘,你可认真考虑。 江燕离坚定道,韩光君,多谢好意。 我既已做下决定,便不会更改。 OF,何况,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会做好我份内事,剩余的就看云身不知处了。 兰湛正重点头,没有再劝。 只是从江燕离离去的先弱背影里,她眼前浮现的却是那个多谋善断的渔夫人,亦或是她那满腹经伦的师傅兰泽。 江燕离回到前面休息处没多久,就被婢女喊了出去。 她出去一看,是金子轩约她一见,她略微思索一下,答应了。 兰湛找到魏英的时候,魏英正放下手中的笛子,一转眼就发现兰湛向她走来,她便连忙站起来。 问道,你去围猎了吗? 兰湛道,阿县,最近好吗? 有没有想我? 魏英无语,所以你有没有去围猎? 兰湛道,没有,找你。 魏英,找我做什么? 兰是有急事吗? 兰湛直盯着魏英的脸,面无表情道,我想阿县,阿县不想我。 刚刚很多女修看你,我不喜欢。 魏英愣了一下,道,兰湛,你真不是修炼出了问题吗? 兰湛道,有。 魏英微微皱眉,担心道,出了什么问题。 兰湛道,太想你了,无惜修炼。 阿县,我好想你,你真的不想我吗? 魏英,好好好,我想你了,行了吧。 韩光君,你好魔人。 兰湛盯着她的唇,慢慢靠近道,不行,我想亲你。 阿县,魏英看着她的脸越来越近,却没有闪躲,只闭上眼睛, 感觉到兰湛的呼吸尽在咫尺,突然听到一串脚步声,有远极近。 魏英一把推开兰湛,侧头一看,居然是江燕梨和金子萱。 她立刻拉住兰湛的手躲到了一边, 蹲下来,小心翼翼地透过茂密的草木之夜往外面看。 金子萱和江燕梨一前一后走着。 魏英只听到江燕梨问道, 金公子,不知道您找我是有何要事? 魏英暗想,就知道金子萱不怀好意, 这思把燕梨姐约出来,不知道想做什么。 金子萱在心里给自己打了打气,又快速把秘诀要点过了一遍, 便微微转身,语气稍显急促说道, 江姑娘,此次围猎,山中有许多很难见到的猎物, 你,你可有什么喜欢的? 我,我可以给你猎来,江燕梨礼貌地微笑, 多谢金公子美意,有阿诚阿县他们,不必劳烦了。 金子萱听她提到魏英,心里又酸又涩,忍不住道, 江姑娘,魏无限射箭虽然厉害, 但是围猎她从未参加过,恐怕还在山里转, 等她出来,好猎物都被抓了。 不如,魏英听到金子萱的话, 差点跳出去,蓝湛急忙按住她的手, 魏英低声对蓝湛道, 好一个花孔雀,自己开瓶遮不住屁股就算了, 居然还敢在燕梨姐面前抹黑我。 江燕梨淡淡道,金公子自重, 我相信阿县的能力,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先回去了。 金子萱听了急忙要跟上去, 说,江姑娘,你,你先别走, 我,我有话要对你说, 就在她要拦住江燕梨时, 魏英终于忍不住跳了出来, 用陈情弹开金子萱, 把江燕梨护在身后, 金子萱被推开后看到是魏英, 一时以为她是跟踪他们, 又猜想她听到了刚才的对话, 便恼羞成怒道,魏无限, 又是你。 魏英比她更生气道, 我还想说,怎么又是你呢? 金子萱,你居然敢骚扰燕梨姐, 找奏是吧? 金子萱看江燕梨满脸信任地躲在 娇横无礼的魏英后面, 胸中醋意熊熊, 也顾不得从之前看的聊七十八事, 老婆疯狂迷恋我, 不合理的终极战术, 中学到的绝招了, 她觉得这些专门从清禾逃来的书都不靠谱, 里面都没告诉她, 当情敌出现时, 她要如何在心上人面前用智力碾压, 用实力秒杀对方。 金子萱觉得她得用实力告诉江燕梨, 魏英就是个空有脸蛋的花瓶而已。 于是她二话不说, 拔剑便攻向魏英, 魏英还未反应过来, 她没想到惊恐却看似精明, 原来是个憨憨。 就这点开平程度, 还想吸引心上人的目光, 差平。 蓝战用剑快速挑开金子萱的剑, 金子萱看到又来了蓝战, 吃惊地喊了一句, 韩光君。 蓝战对魏英道, 你先和江姑娘离开, 我来处理。 魏英点点头, 便拉着江燕梨走了。 蓝战只对金子萱说, 金公子, 江姑娘曾与魏英说过 不会嫁离莲花雾, 所以请你不要再骚扰。 金子萱猛猛地看着蓝战 说完这句就走人了, 这是什么意思? 江姑娘是舍不得莲花雾吗? 她决定回去再翻翻书, 看遇到这种情况 该如何处理更稳妥。 这边魏英对江燕梨道, 燕梨姐, 如果惊恐, 金子萱再来骚扰你, 你就跟我和江城说, 知道吗? 我们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江燕梨看魏英这操心的小模样, 好笑道, 献献放心, 阿姐知道。 还有不得无礼, 若被听到你那般称呼金公子, 不免落人口舌。 魏英皱了皱鼻子, 撒娇道, 我乖, 燕梨姐怎么说, 我怎么做? 兰湛走过来, 对两人道, 阿县, 江姑娘, 我已跟金公子说清楚, 她表示明白了。 金子萱? 我明白了啥? 江燕梨道, 多谢韩光君。 那阿县, 我就先回房了, 你和韩光君有事就去忙吧。 魏英刚要说她不忙, 可以送江燕梨回房间, 就听兰湛说道, 多谢江姑娘。 恰好我和阿县 有事要出去两天。 说完跟江燕梨失了一礼, 便带着一边 没反应过来的魏英走了。 魏英走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问兰湛道, 我们有什么事? 是要去跟其他人商讨 乏瘟一事吗? 兰湛边拉她往回走, 边道, 是我们的事。 编誉 都有 我 ビ 佩 优 isn 我 squ